报道说 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飞行7580秒 精确打击了设定在1500公里外的目标 试射结果显示 新研发的沃伦谷风式发动机推进力等技术指标 导弹的飞行控制性能 以及末端制导命中正确性等 全部满足设计要求 朝中社说 这一武器系统的研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朝鲜在更坚定地保障国家安全 强有力压制敌对势力反朝军事活动方面 又有了一个有效遏制手段 朝鲜成功试射远程巡航导弹 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切 韩国和日本分别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表态 据韩联社13号报道 分析称 朝鲜此次试射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决议 巡航导弹虽异于精确打击 但其速度不如弹道导弹 搭载的核弹头重量也需大幅减轻 其射程与韩军玄武三型巡航导弹不相上下 韩国国防部表示 韩军正在韩美情报部门的密切配合下 分析朝方动向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嘉腾盛信13号 在记者会上宣称 这将对日本及周边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日本对此表示关切 日本广播协会报道 援引日本自卫队前高官的话称 朝鲜此次试射的导弹最大射程为1500公里 东京在其射程内 导弹对日本构成威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 对朝鲜进行远程巡航导弹试射 作出回应 呼吁有官方保持克制 相向而行 不断推进半岛问题 政治解决进程 中方一贯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中方呼吁有官方保持克制 相向而行 积极开展对话接触 按照双轨并进思路 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 不断推进半岛问题 政治解决进程